为了让孩子们对于防灾观念能够更加落实 普利福伦社连续14年与消防局第二大队 普利分队、普利医销、普利防火宣导队等单位合作 办理学童消防体验的活动 今年也再次邀请到爱兰国校5到6年级的学生 到消防局第二大队 透过闯关的方式 来让孩子们对于防火、治救、救人等观念能够更加落实 普利福伦社社长蔡志森表示 这次的体验营活动 安排消防设备的介绍 免火器的使用 消防水袋的使用 CPR、AED的使用等等体验 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会这些技能 可以备而不用 当面临灾害来临时 也能够治救及救人 这也是普利福伦社连续14年 办理消防体验营活动的宗旨 今天我们举办2023、2024年度的 普利福伦社消防体验营 普利福伦社在连续14年来 都是跟普利消防队进行血统的消防体验训练 连续14年来 赵福已经数百位上千位的普利在地血统来做消防训练 那这消防训练除了培养小孩子们面对危机灾害的时候的应变 甚至希望孩子们除了能救自己之外 也能协助他人 比如说所以我们在训练之中 也加上了像协助他人的CPR或AED等相关的重要训练 那所有的消防技能都是属于备而不用 那需要用到的话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不会害怕不会陌生 面对灾害的时候也不会害怕 知道如何去避难也协助别人避难 那这也是我们普利福伦社办理这次延续14年的 消防体验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终止 爱兰国小校长邱国锋感谢普利福伦社以及消防局第二大队 普利分队防火宣导队以及医校分队协助办理这次消防体验营的活动 让爱兰国小的学生能够在体验的过程中 学到许多消防知识以及治救及救人的观念及技能 同时爱兰国小每年都会安排十年级的学童到消防局第二大队 进行消防体验营的活动 这次带着五至六年级的学童再次来参加体验营活动 也可以加深孩子们对于消防救灾指示的印象 因此非常感谢普利福伦社以及消防局第二大队 集志工们办理活动的用心 我们在这边非常感谢普利福伦社还有南投县消防队 举办学童防灾体验营 让爱兰国小的孩子来这边参与消防的体验 让他们从小就可以有这些防灾的观念 那么我跟孩子们讲 这些防灾的观念要从小扎根 希望他们能利用今天的体验课程 好好地来体验了解认识这些基本的技能 这些技能备而不用 希望未来对他们都会有帮助 那爱兰国小每年的校外教学 四年级也会固定到普利消防队这边来做体验参访 但是我觉得这个五六年级可以再度来到这边 可以加深他们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非常棒的一个更加深的一个体验 南途县消防局第二大队普利分队长廖承仙 感谢普利福伦社办理学童消防体验营活动 也感谢普利衣销 普利防火宣导 以及志工共同来参与 这支消防队也安排许多非常实用的体验活动 例如火灾逃生 消防员着装 水枪抢救 灭火器的使用等等 还有CPR等 也希望透过每个关卡的体验 在对于志工的介绍之下 孩子们能够把消防知识带回家 并且与家人朋友来分享 让消防救灾观念更加的普及 那今天我们福利社在这边办消防体验 那我们很感谢我们的第二大队普利消防 我们的南投县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队普利 第二大队及普利分队 然后再来很感谢我们的普利益销 还有我们普利的志工 还有我们普利的防宣队 大家共同来协助举办这个活动 那最重要还是要感谢我们福利社 福利社每年都在我们这边 办这些活动 把这些安全知识带给小朋友 我们感谢福利社 还持续在我们普利办理的相关的消防体验影 那今天我们的消防体验影 有位小朋友准备了 熔岩的地知识爬行 还有再来就是器材的介绍 然后再来CPR 然后再来有我们的消防同仁的着装 然后再来就是消防同仁会用到的灭火的部分 就是室内栓跟灭火器的部分 那以上的东西希望小朋友能体验到 然后把这些安全的知识带回家 消防局第二大队普利分队长表示 每个家庭的防火观念非常重要 切记人离火席 也就是人离开要关闭火源 因为在普利镇 时常有因为煮菜人离开就发生了火灾情况 因此人离火席非常重要 另外也呼吁民众 要在家中装设助警器 因为助警器在侦测到烟雾时 就会发出警报来提醒民众 有可能发生火灾 因此若是能够将所有的预防工作做好 也会大大的降低火灾灾害的发生 保护自己的生命以及财产的安全 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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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膝盖板 好 没错 很好 我们自己判断火的大小 然后我们要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要去灭火 就是看火源的大小 只要在我们膝盖以下的火源 我们都可以都没有去灭火 那如果火源已经超过你的膝盖 已经到你的腰甚至比你还高了 怎么办 好吧 用水充 用水充 用鞋子材 用水会越来越大 居家的部分希望民众还是用火用电的安全 用火用电的安全 那用火的部分就是人里火席 人只要不再记得火要关 因为我们埔里的地区 这边发生太多煮菜烧焦了 那煮菜烧焦如果一不注意的话 也有可能晾成大型的火灾 然后再来居家的部分宣导希望大家都能装住警器 那住警器的部分它是预先提告 预先告知我们一般民众有烟发生 那烟的发生就是火灾的发生 那如果能把这些预防做好 我相信会大大降低我们埔里的灾害 先元林芳于肯定埔里福伦社 持续14年办理消防体验应活动 让孩子从小接触到消防知识以及防灾观念 而这也是政府积极推广消防观念 从小培养的落实 也相信对于孩子们来说 用游戏及体验的方式 会让他们印象更加深刻 尤其普里镇身处于山区 也时常有土石流发生 因此落实防灾观念也非常的重要 而这次的活动安排许多体验活动及知识的传达 相信透过这次的体验应 会让孩子们受益良多 我们湖里胡伦社 今天在我们消防队 举办了一个儿童的消防训练营 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我相信受益的小朋友应该蛮多的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 希望说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教育 让儿童从小就能够接触到消防的知识 以防灾的观念 我相信对于他们来讲 用游戏用体验的方式 下去做这一个教育 他们印象会更加加深 尤其是我们历经的921的地震 还有我们身处于山区 比较多的土石流 所以这些防灾的经验 跟防灾的观念 应该要加强要落实 同时今天的课程里面 除了体验我们的消防器材之外 还有我们的一些知识之外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急救的 急救的这个几种的方式 跟方法 我相信可以让小朋友受益良多 埔里防火宣导 对分队长曾秀岳表示 农烟第一支爬行训练 都是在农烟屋内 让孩子们模拟爬行 但因为农烟的因素 让志工无法观察 孩子们的爬行状态正不正确 因此经验也改为蒙眼爬行 让他们可以纠正自己的动作 让他们能够学会正确的 火场逃生技能 另外在火场中最重要的是冷静 若是家中没有助警器 就需要提醒家人一起逃生 而有装设助警器的家庭 助警器也会响起警报 因此与家人会合共同逃生 才能够以最快的时间内 逃离火场的危害 首先感谢我们的胡伦社 每年每度都会来举办 我们的消防体验营 而且让我们的学童 能够在体验中学习如何能够自保自救 我们是防宣大队 我也希望说透过防火宣导的方式 然后以一个游戏的方式 让我们的同学都能够 备而不用学习基本知识 采取我们的低支爬行 以前都是用浓烟体验饮 因为在里面所以看不到同学他们正确的知识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改变成我们看得到的知识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火场中能够实习 然后也让他们备而不用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在火场中的话 第一个应变的措施 当然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冷静 然后大声呼喊我们的家人 然后大声叫醒我们的家人 如果说家里如果没有蒸烟探测器的话 第一时间当然是没有烟的通知 如果家里有蒸烟探测器的话 第一时间我们会有通知 失火了会消除金灶 所以大家希望说能够随时注意 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能够提醒我们的家人 然后在我们的家人协助之下 做最快的逃生方式 消防局第二大队普里分队长辽承仙表示 南投县群山环绕地理环境特殊 因此也是许多登山爱好者 喜欢挑战登山的县市 因此有正确的登山关联也非常重要 分队长就呼吁 要登山除了一定要经过宝贝申请登记之外 也切记要带充足的设备与物资 在万一发生三难事故时 才能够有更充分的救援等待时间 并且也避免单人登山 最好是可以结伴同心 才能够因应在山区有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 那有关我们南投县的辖区特性就是山多 那山多大家喜欢爬山的话 那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山难 那如何预防山难 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装备 再来你的行程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天气 如果天气不好 天气不好就不要上山 因为现在的气象预报都蛮准的 都蛮准 如果天气不好那就不要上山 再来就不要毒盘 不要毒盘 那中和以上的话 你如果都做得到的话 应该也会让我们的山难的次数减少 或者是说你准备的装备是足够的话 可以让你在山上度过比较艰辛的环境 先元淑玉称感谢普里夫伦社 连续14年办理消防体验营 让小朋友学习消防救灾防灾的观念 这次的活动 安排许多对于防灾救火等非常重要的知识 希望借由体验营的活动 除了让孩子们了解如何制救之外 也加强他们的防火观念 并且希望他们透过这次的学习 回家可以与家人及朋友来分享相关消防观念 让防灾救灾的观念可以更加的普及 保护你我的安全 非常感谢我们普里夫伦社连续14年 来办这个小朋友消防体验营 让小朋友来了解救灾防灾的一个概念 今天有准备了非常多的器材 包括银梯车还有CP2等等 让小朋友去了解救灾防灾的重要性 希望我们小朋友学习这个消防体验营之后 能够跟家人跟朋友一起互相学习 去了解防灾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概念 也希望小朋友藉由这个活动 跟家人的分享 许多事故的发生其实都是可以透过 防灾救灾观念的落实 从而来避免 副一长潘一圈除了肯定普里夫伦社 连续14年办理消防体验营活动 落实防灾救灾观念的用心之外 也表示消防局每年都会透过 防火宣导队等团体来进行宣导 也希望民众皆知可以多了解一些消防救灾知识 除了透过这些观念 可以防范灾害事故的发生之外 在万一发生灾害时 也能够治救及救人 挽回宝贵的生命 民意新闻 陈伟一 专题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